从今天开始和大家聊一聊五湖十六国之后的南北朝 之前的一百年从西晋初年到东晋后期 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更替 现在咱们把目光投向南方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位萧雄就是南朝刘宋的开创者刘裕 如果说一个男人 人到中年不仅是一事无成而且一贫如洗 做点小生意做不好 还有这一身的坏毛病 比如说赌博吧 这么一个男人还能有前途吗 答案是有 而且刘裕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刘裕出生在公元363年 祖籍鹏城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 自从刘裕的曾祖难度以来 一家人一直居住在金口 金口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 刘裕啊 自己宣称祖上那也是阔绰过的 刘裕自称是官二十二代 怎么讲呢 刘裕说呀 这个汉高祖刘邦的弟弟 楚元王刘娇 是他的老祖宗 所以他是刘娇的二十二代孙 但实际上 不管他这祖宗是真是假 到了刘裕他爹这辈上 这家人已经是个标准的寒门小户了 刘裕的爹刘桥 是郡里的一个小吏 收入极为微薄 母亲呢 在生刘裕的时候就难产死了 由于家里没钱给刘裕请奶娘 这刘桥啊 一度有将这儿子抛弃的念头 好在孩子的姨妈颇有爱心 主动帮忙 姨妈用自己的奶水养育了小刘裕 这刘裕才避免了英年早逝的悲惨命运 由于刘裕从小寄养在亲戚家 他也得了这么一个小名叫寄奴 所以刘裕又称刘继奴 就在刘裕寄养在亲戚家的时候 刘裕的老爹刘桥又给他找了一房后妈 叫肖文寿 很快刘裕就有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一个叫刘道莲 一个叫刘道龟 没过几年 刘裕的爹刘桥也去世了 这么一来啊 这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更加窘迫了 这时候刘裕也回到了自己的本家 后妈肖文寿 那是个好心人 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 拉扯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 虽然刘裕不是肖文寿亲生 但是这个后妈对刘裕那是非常的好 刘裕对他这后妈也颇为孝顺 可惜的是啊 孝顺可能是刘裕年轻时候唯一的优点了 刘裕这人不喜欢读书 识字也不多 基本就是半个文盲 又没什么挣钱的本事 只能卖点草鞋做做小本生意 没钱就没钱吧 这世上穷人千千万 有口饭吃就能活 可偏偏这刘裕啊 还不安分 又染上了赌博的坏毛病 还总是输多赢少 有这么一次 刘裕啊 因为欠了金口首付雕魁 一大笔赌债还不起 被这雕魁的手下抓着 绑在闹市的马庄上 一顿暴打 幸亏当天 东晋名向王岛的孙子王密 正好经过金口 眼见刘裕这惨不忍睹的样子 动了侧隐之心 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 王密一出手 就把刘裕欠的钱给还了 这点小钱啊 对于顶级豪门狼牙王室来说 那就是长江里的一滴水而已 也许王密自己都没想到 他这笔无意中的小投资 日后收到了巨大的回报 如果评选一下中国古代 最成功的风投案例 王密这一次啊 肯定能稳居三角 而对于刘裕来讲呢 这次大庭广众之下 被胖揍的经历 也让刘裕成为了金口百姓口中 名声大噪的人物 当然了 他这是臭名远扬 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像刘裕这样人 自然会被乡里乡亲的老百姓们瞧不起 十里八乡的街坊 只要提起这刘家的老大 没一个不摇头的 所谓是吃药莫吃黄连苦 嫁人物嫁刘继奴 这是当年金口坊间流传的一句话 但是这一点啊 乡亲们显然是多虑了 刘裕虽然别的方面不灵过 泡妞的水准还是非常可以的 有这么一个叫藏爱亲的姑娘 就和刘裕好上了 两个人很快成了亲 还生了个女儿叫刘星蒂 不过这么一来啊 刘裕这家里的负担是越来越重了 眼看年龄越来越大 这日子却是越过越凄惨 从平民换成了贫民 从贫民又混成了积民 家里啊几乎都揭不开锅了 这日子快是过不下去了 刘裕呢也坐不住了 那个时候啊 刘裕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在那个年代五十岁就算是兽兴了 所以刘裕早已是人过中年 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 刘裕觉得自己要去投军 刘裕这一走啊 是山高水长乘风破浪 这一去啊 刘裕就成就了一段 气吞万里的铁血传奇 刘裕参加的这支部队 是东晋名相谢安 为了应对前秦的威胁 专门组建的 首任的统帅就是谢安的侄子谢玄 当时的驻地就在刘裕的家乡京口 因为这京口又名北斧 所以这支部队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东晋北斧军 北斧军的兵员大多是居于京口广陵一带的北方流民 您想想这些人能从烟火连天的北方杀出一条雪路 跑到南方 这些流民呢 个个都是强悍之辈 因此北斧军的战斗力极为强悍 北斧军创建不久 就来了大放异彩的时刻 在名垂青史的肥水之战中 以少胜多 战胜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大军 有想了解北斧军和肥水之战故事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五湖十六国之底人帝国前秦系列 在这儿我们就不赘述了 经过多年的征战 这北斧军中涌出了一大批的名将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大将刘劳之 刘劳之永略过人 在洛奸一战中 刘劳之身先士卒 斩杀了前秦大将梁成 为东晋的部队在肥水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接着又在随后的东晋北伐之中 刘劳之是屡立齐功 战功捉住 威名远扬 可以说刘劳之就是北斧军的旗帜性人物 肥水大战之后 东晋最大的对手前秦土崩瓦解了 面临的外部压力突然减轻之后 就好像这压紧的弹簧 一旦撤出外力 自然会迅速扩张一样 当初东晋是强敌压境 大家被迫团结起来 但现在这朝廷一旦没了外敌 内部矛盾自然是迅速膨胀 新一轮的内斗也就开始了 作为军界王牌的北斧军自然不可避免的 卷到了内斗里 当时在位的是孝武帝司马耀 皇帝为了提振皇权 司马耀想方设法排挤公高镇主的谢安 同时大力扶植自己的弟弟司马道子 没想到谢安去世之后 羽翼已长成的司马道子居然成了孝武帝司马耀最大的对手 孝武帝心里这个郁闷呢 本来想着与你携手抗世间风雨 没想到这世间最大的风雨竟是你所赐 这段时间司马道子身兼都督中外诸军士 扬州刺史 太史太父等多个军政要职 可以说是党羽众多权倾天下 这一点让孝武帝非常的不满 兄弟两人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了 公元396年 孝武帝在自己的宫中抱足 太子司马德宗继位 视为晋安帝 这个晋安帝啊 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 说他蠢如猪 那完全是对猪的侮辱 不要以为这么说是夸张 由史书为真相 这史书上明确记载着 地不会 自少极长 口不能言 虽寒暑之变 无以辩言 也就是说 话都讲不清楚 冷热也分不清 这么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 他怎么能治国呢 这皇帝如此愚蠢 引得无数阴谋家净折腰 所以啊 这晋安帝在位期间 东晋爆发了一波又一波 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动乱 首先发难的 是继谢玄之后 出任北府军主帅 坐镇京口的青眼二洲次使 王公 王公出身于名门太原王室 王公的妹妹王法慧 那是孝武帝的皇后 所以作为皇帝的小舅子 王公可是孝武帝的死党 和当时执政的司马道子 那是水火不容 公元397年 司马道子和自己的心腹 王国宝密谋 打算削减王公的军权 同时还要削减另外一位 荆州次使殷仲勘的兵权 因为王公和殷仲勘 那都是孝武帝的亲信 王公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于是联络了荆州次使殷仲勘 一起举兵 以清军策的名义 要求诛杀王国宝 面对王公手下来势汹汹的北府军 这司马道子又会祭出如何的对策呢 下一次咱们继续说 司马道子是如何应对王公的清军策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